蔡英文總統這前三年 被批評成為空心菜 空心菜 其實空心菜 台灣會叫做硬菜 說硬菜比較沒那麼難聽 說空心菜好像很難聽 就是說什麼都不知道 我覺得他現在面對的條件就是說 他離屍之後 他現在鑽扁 然後全力下放了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說個人來說 空心菜會不會仍然是空心菜 還是現在變成空心菜可以再炒牛肉 加一些牛肉 空心菜炒牛肉變得好吃 不知道這就要自己去打拚 第三 現在的辣台妹以前不是這樣 現在的辣台妹是因為被批評了 才變辣台妹 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二號之前 蔡英文對中國的態度是很溫和 很溫和 可能比較好聽 很軟弱 所以我們當時所做的 台灣人對蔡英文的龍化表現 其實是不滿的 但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光到有一度 六成以上的人都不滿意他的兩岸表現 一直到一月 今年一月二號 這個習近平作求給他 變成 變成 轉身 變成辣台妹以後 他那幾十度就真的起來了 那麼這裡有一個重點 這是策略性的還是本質性的 如果是竹力性的 他有一天也可能竹力性軟弱 或策略性溫溫吞吞 策略性溫和 現在是策略性強硬 但是重點說 臺灣主流的民意是什麼 這是蔡英文要考慮的 但是我要說一項就是說 蔡英文的決策風格 未來會不會改變 小英真的變了嗎 對重大政策拖延時日不下決定 然後最後只好倉促做決定 然後通常這是一個災難 臺灣主流 你說 電影視 放棄杯 很多人都說這就是蔡英文的 很大問題和弱點 重大角色 都脫脫脫脫脫脫脫 沒有做的時不可以才決定 像伊利伊修 無論過 臺灣重小企業跟劉工 大家雞飛狗跳 大家很熟悉 很憤怒 像這種會改 會改 臺灣人說一個話 可能更難聽 但是應該還蠻適當的 可以形容這種決策風格 就是說有的國家 冷凍人打得大頭才會放 這種是真壞的 會改了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第二項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未來如果要改變 變成更好的總統 他一定要徹底改變 他的用人為親的 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用人為親就是說 用的人都是貴子的人 食材的人 但不一定是有力的人 所以用的人很多夫妻黨 或是父子黨 或是這種的 不然就用食材的人 身邊的人 不然就大風吹 雷國改造 都用同一項人 沒有用人為才 用 要用政府官或是傭人 那是要騎在整個國家政府的立場 政體裡面的立場 來收口傭人 才對 但是他都傭人 都用人為親 都用自己 這不是一個好的總統的表現 那好 好